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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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一年前的现在 我连续七天晚上都在哭 可能说出来以后大家可能会笑我 因为你真的无法理解那种感受 当那次坠机事件发生以后 我整个人的状态好像就在做梦一样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直到我一次又一次的去翻看新闻 我才知道 他永远离开了 请大家不要笑我多么矫情 因为就算你再成熟 年龄再大 你总会有自己一个小梦想 你总会有一个自己童年时期 对你影响非常深的人 可以这么说 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追星的人 但是我特别喜欢篮球 我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 为他呐喊 我喜欢他打球的样子 就这样一转眼 我从高中步入了大学 我喜欢篮球已经到了痴迷的状态 我每天打球都会把自己的腿累得很疼 但是还是喜欢去玩 去年那次坠机事故之后呢 我的心情一直无法平静 其实我知道很多人是不能理解的 因为他不知道 当你特别崇拜 特别喜欢的一个人 离开之后 你那种伤心的感觉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 为什么这么喜欢他 这么崇拜他 让我告诉你 当我在各个时段 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 我满脑子都是他的印象 虽然说他只是一个篮球运动员 但是他所表现出那种顽强的精神 深深的影响了我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任何一场比赛当中认输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颓废那样子 直到后来我参加工作之后 我遇见任何事情 任何别人说很难达到的事情 我都会告诉自己 只要有一个人能做到 我就能做到 就这样这种信念的深深的扎在我的心底 后来我辞去了工作 自己开始创业 我知道养狗不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作 但是我在追求我的梦想 我不怕别人说我什么 我也不怕失败 整个一路上 我经历了过很多很多坎坷 无数个夜晚 我也偷偷地露过眼泪 但是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到 包括我的亲人 直到去年的今天 早上起来以后 我一打开手机 第一条新闻就把我惊住了 当时我就想 这肯定是一个假新闻 不可能的 好好的不可能就这么走掉的 那一整天我的精神都是恍惚的 我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就是不停的拿手机 发呀发呀 我希望能找到任何一条 能够证实这是个假新闻的 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线索 但是一天下来 我没有找到任何 能够证明这是个假新闻的线索 到了夜晚 我忍不住个落泪的 第三个晚上 第四个晚上 一直到了第七个晚上 我才想 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 还能不能过去 最后我找到了一个 在洛杉矶的朋友 我让他帮我去寄的一束花 好吧 我想 这就叫天度英才 那个时候的我的感觉 老天爷非常的不公平 他为什么要把那些不该带走的人带走 我甚至会想过拿自己的寿命 能够换取他的一些时间 这个叫崇拜 我觉得不是因为崇拜 是因为他那种精神一直影响着我 从学生时代到工作以后 我所有碰到的困难 只要我能够想起他 我就知道 这个困难 肯定能够克服 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想有很多人会重新提起这个话题 伤心的眼泪肯定会再次的落下 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多么喜欢一个明星 但是唯独他 好吧 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 依然可以打暗球 一年快速度 就不回来 我继续会不回来 你要不要带走 渐